好 今集我們繼續找你黎Sir 跟我們討論 我目前的能量儀如何調節家居的風水 黎Sir 我想問我目前的燈究竟有甚麼特別呢 這個燈我們叫做空間和諧能量儀 利用這個燈如何營造風水好氣場 為何會有這樣的燈的存在呢 我們先講一個故事吧 曾幾何時我有一個客人 他住宅也是他 工作的地方也是他 工作的地方是甚麼呢 他先生是做推拿按摩的 他們也住在這間屋 雖然這間屋是間房間有個治療室 但是他先生每天都接待不同的病人 他要幫他舒緩那種推拿 舒緩是甚麼呢 舒緩那種病氣 病痛 也有些運動員 不同的朋友 筋骨勞損都會找他 但是那種病氣一定會積聚在家裡 你用傳統的風水擺甚麼件 都起不到甚麼好作用 甚至乎我們找過一些能量蒸石 有些比較大的擺件 都未得到預期效果 因為找我這位女士 他多年那種病痛一直都未傳遇 我跟他說 你那間所謂治療室 你不是在那裡睡 但是你的命工的方位 是跟他很有關係的 因為他的生肖位就是在他的治療室 OK 你後來怎樣幫這位女士解決呢 當時我們那盞能量燈都未完善 沒有 今天你覺得挺漂亮的 有一個黃金比例的切割 那裏面那盞燈 只不過你表面上去看 是一盞普通的燈 但是實際上是做到甚麼呢 他裏面那盞燈 其實我們放了一些 超納米科技的天然礦石 那那種超納米科技是做甚麼呢 是將不同的礦石的配方 將它打散 再匯聚而成 詳細來說當然我們就不會公開 我們測試過就說 這盞燈其實可以將那些病氣 不好的氣場 煞氣都會清除 那其實是做到甚麼呢 Ohm 這是一個宇宙原音 你會看到配合這個黃金比例的幾何圖案設計 是的 其實這樣的設計 其實有一種生命能量 所謂的元氣 其實我們需要這種元氣去激活細胞 細胞才會生長得好 正常運作 是的 正如我所看 其實這盞燈外面都很特別的圖騰 其實李Sir是否融合了你剛才所說的 宇宙原音Ohm這個元素呢 或者你自己唸Ohm這個音 那你會覺得怎樣 我剛才讀的時候 Ohm這個字 其實我覺得內在好像有一種回蕩的感覺 或者是叫做平衡 其實我們是透過這種相同的原理 這個盒沒有發放音頻 但是它透過這種光和幾何圖案的原理 釋放相同的頻率 它可以與細胞共振和諧 所以一般來說 你擺近自己的微循環會變得更好 免疫力會變得更好 人也會精神 一般來說 我們當然會研究空間 之前我們做了那個案件之後 發現這個產品是可造之材 這個產品挺好的 因為這個產品會幫助到很多朋友 甚至乎我們也做過另一個測試 去到一間屋 它旁邊是電錶房 嗯 電錶房 如果人們住近電錶房 聽他們說人們都很大心情波動 因為都很受電磁波影響 是啊 我們之前的雜數不是經常都說 人本身血裏有鐵質 一定會受到電磁波影響 尤其是現在這麼多5G Wi-Fi 它住近電錶房一定會影響 那個朋友工作又不順 本身也有長期的病 脊椎又歪了 最大問題是情緒 嗯 其實情緒是影響一個人很多問題 會影響他不同的病痛 諸如此類 經過我們去測試 我們用一些儀器去測試 我們拍了一些照片 就採取了這個空間的氣場 去做一個分析 你也知道我們現在在研究那種量子能量儀 可以看到能量的分佈 平平衡 指數是否高 或者諸如此類 當時那個空間沒有用能量儀的時候 旁邊是電錶房 我只是對正這個方位 我發現指數真的很低 50分都沒有 哦 即是說 其實它這個就可以回到一個和諧的狀態 就算放在電磁波大的地方 都可以減低了它的干預 我們叫做平衡 平衡了那個空間 那個空間和諧了 那種能量也會共振在人身上 所以我們用儀器 無論是量度空間也好 再量度人也好 其實指數是平衡了和高的 李Sir 我又想問了 那如果家庭屋子想放這個燈 那其實它要不要計算它的方位 還是覺得 譬如我做事 我想集中注意力一點 或者我就放在我工作桌附近 這樣簡單單 還是要再計算那個方位呢 如果簡單點去說 你放一個能量儀在屋的中心點 它可以cover到1000呎 本身這個設計是有穿透性的 就算你放在大廳也好 放在某一間房也好 它也能穿透到1000呎 所以你用一個已經是整間屋 已經cover了 這是純粹氣場的考慮 當然如果你們找到我們來說 我們會考慮風水的方位 如果風水的方位 氣場都一起去考慮的話 整間屋的和諧程度也會提升 我們不是就這樣說的 亦都用一些能量的圖表 去告訴大家 原來我們放了某一個方位 因為真的那種和諧 那種數據的平均 是即時看到的 是即刻的 好像我昨天做了一個Case 當時它不是電磁波 它是放了一個雪櫃 紮住在它的命工方位 我們拔走它的雪櫃 指數是提升了 再放了這個能量儀之後 是完全是很和諧 很Harmony 很舒服 因為本身那個屋主 亦都比較敏感 那它的感受 是它告訴我 我也沒有特別去注意 好了或者不好了 我當然是看數據 總括來說 這個和諧能量儀 可以做到什麼呢 它的能量是發放到空間 可以共振到人的細胞 激活的細胞 當然微循環會好 免疫力會好 最重要來說 它整間屋的氣場 即刻是和諧了 甚至乎我們試過 有些所謂五黃位 一些煞氣 用了這個能量儀 是立即轉化到的 好 我們下一集繼續有黎Sir 以及邀請的嘉賓 就是Mabel 跟我們分享一下 個人靈性和室內空間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OK